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守门员 左脚一波 哎哟 太轻巧了 其实最近几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凡超 这个位置又是一个巨大的空档 我看乔瓦尼那侧是空的 哎哟 这球穿的有点轻 还有 方舍的员没有第一时间把球破坏 乔瓦尼 哎哟 这次左脚打门 又进了 19分钟 帽子吸防 多么神奇的表现啊 乔瓦尼今天有如神助啊 防守队员把这个球露了过来 反正这次前查很激进 这个球其实传的有点过于靠近门将了 也是带一个虎线 这个传球的线路已经是最好的线路了 然后你看 乔瓦尼 出来了 赫维尔 哎哟 这边只有三名防守队员 赫维尔自己带球 左脚一脚打门 这个球非常像啊 还以为又进球了 罗马里奥 强劲了一地一锅人 完成了摆脱 这次要发挥的他的威力了 下底 凡超这个有运 看有没有机会传过来 横敲 后点大空 这个球没有碰到吗 恩里克啊 没有完成伸脚 这后点已经空了 一挑二 反超这一下犹豫了 这个不能收啊 应该上去顶 罗马里奥 内切 这次外卫直接射门了 呦 也是打得很有威胁 打进脚 稍稍骗住这次打四四二的左边前卫的位置 是需要让他去完成一些防守 这个区域 左脚打门打进脚 这次打在了边网上 罗马里奥 连续的盘带往进去内走 缓过两名队员的防守 这次 哎哟 运气差了一点啊 最后的射门打在了利路上 随后 哎哟 这次机会不错 又是利路随后补射球进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 恩里克 扳回一个 但是 呃 这个防守啊 广西这边的队员防守有点 斯拉也没拉住 被切 有没有机会起脚 打门了 这次打进脚 守门员立功了 等于一番注意力非常集中 但是 然后形成射门 形成威胁的射门 看一下郭敏飞 这个传球 哎 漂亮 这次何维尔能翻过来吗 再给乔瓦尼 有空不到 乔瓦尼打门 再进一球 大四起 第六十五分钟 嗯 看 王精灵这一下太巧了 何维尔翻过来 嗯 这个助攻也是水到渠成 送的很舒服 乔瓦尼打了 这个就其实是打的有点有点正 哎哟 这个动作啊 将邓安文放倒 但是比赛还能继续左脚的一角低射 这次又是滑门而过 把球挑起来 这次飞身的一角戒围 还在进局内 尼克得球了 直接面对守门员 正面的大门 这下球又近了 又扳回一个八十三分钟 再来看啊 广西其实体能下降还比较明显啊 张文涛这个球啊 这个防守 以前这次F20有机会在船中 这次找到后点 投球攻门 门前又是一片混乱 乱了 张小斌上来了 张小斌在湖顶位置 直接一角大门 董一帆把球挡出来 你看张小斌今天他参与进攻的次数不是很多 然后这次你看还是 哎 这个位置 陶江龙有机会起脚射门 哎呦 这次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角射门啊 在湖顶位置 一角落叶球 踩盘会不会再多给一些时间呢 这个后腰的位置又没有人去放 顶位球 开出来 这个球速有点慢 刘电座抢到了第一点 但是这个球解围出来 全场比赛结束 那么最终这场比赛 广西苹果哈辽在主场4比3击败了武汉三镇